體報 您是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宗翔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 我们联合自播的网路视讯视频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来让大家了解在正义性事件背后的一些 比较结构性制度性的问题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些纪录片 或者是一些书籍 然后我们透过这些不同的文本 或是不同的媒体 来对一些议题有更多的了解 先要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叫做 他们的真图 那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 是在描述中国的社会运动 特别是社会运动当中的女性 她们自己的抗争的历程 甚至也谈到很多 她们的内在的思想 以及她们跟家庭跟周遭的关系 在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 的是这本书的作者 赵斯乐 斯乐你好 关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因为这本书的第一个故事 是艾晓明老师 那其实艾老师之前跟公库还有PN 我们曾经办过一个活动 叫做艾晓明影展 那在一次的活动当中 我曾经跟艾老师来做一个对谈 那我记得艾老师讲了一句话 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有权力的人最怕被记录 可是我看这本书 其实不是在记录有权力的人 事实上在记录一群没有权力的人 那其实我开始的时候就想说 跟公库在做的一些报道很像 就是我们也在做一些记录 可是我们记录的是所谓的刺客列传 那这其实也是某种的这种所谓刺客列传 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开始写这样一本书呢 其实当时最简单的是 我一开始就是想写女性抗争者 然后是把自己能够接触到 然后最有故事最熟悉的这些女性抗争者 然后把他们的故事挖掘出来 所以其实我写有采访过女性抗争者 其实是超过这本书的数量 我是最后要成书的时候 就希望有一个更宏观的视野 可以让大家看到就是中国民间运动 在过去这十几年来的一个起叠 所以我就选择了最后的女性抗争者 是可以反映中国过去十几年 民间运动的五条主要的路径 包括知识分子的路径 然后法治维权 公民社会NGO的路径 然后以及是互联网运动 还有草根行动的路径 他们每一个都有一个代表性的女主角这样子 所以最后选择的是这五个女性 那么其实艾晓明老师说的那句话 我其实也看到过 但是我会现在去反而会去想说 曾经我们好像以为 说我们把有权利者的言行记录下来 然后就可以去监督 或者是让他必须要对一些他曾经讲过的话 对但是最后却发现说没有办法实现 就是其实中国现在的状况是政府对于自己说过什么样的话 或者做出什么样的事情被人知道 他其实也不太在意 他只要可以封锁那个言论的渠道删帖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所谓的监督政治人物这件事情在中国是失效的 媒体要发挥他应该有的所谓的第四权监督的功能在中国是不可能或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存在 对因为事实上媒体是全部都是由政府控制的 媒体也信党吧 对这个主流媒体电视媒体报纸媒体这样子的一些部分 那所以变成只有一些零星的自媒体 那他可以报道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但也是会被封锁 那所以其实中国面临他整一个媒体失效的这样的问题 那既然说有权利者他可以用一种比较粗暴的方式去修正这个所谓的现实和历史 那我觉得作为无权利者应该保留一份自己的历史 之前我们曾经也邀过北风到台湾来 他现在人在美国 他其实也曾经告诉我们在大概在08年07年的时候 在所谓的自媒体刚刚出现 或者是在所谓的社群媒体社交媒体很发达的时候 他们怎么透过手机 然后透过所谓的网上的围观 然后去进行某种的 你要说社会动员也好 或者说意见表达也好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在最近这几年也越来越不可能了吗 其实大家还是在用这样的方式 因为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武器 然后像说我们有认识一个709的家属 我们在采访他的时候 他有一次被抓 然后被警察打的经历 然后被困在一个派出所的小房间里面 然后他最后就跟那个警察说 你干嘛欺负我一个 他说我一个傻婆娘 然后我一个傻婆娘没有枪 你们有枪 然后他这个时候 他对话那个人是王俏领 就709家属当中的一个核心的灵魂人物 他就凑近王俏领说 其实我们有枪 然后王俏领就被吓到 然后我们怎么会有枪 然后刘二敏就拿起他的这个手机 说这就是我们的枪 就是说他用这个手机去记录 去发声去互相连结 然后所以手机就是我们的枪 就是这是公民弱者仅有的这个武器 这样子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在这里面也提到了 怎么样在过去 怎么样透过互联网的方式 来去进行某种的意见的表达 或者是甚至是采取的一些行动 不过这本书的主轴是在这几位女性的身上 你刚刚谈到这五类型的女性 其实如果简单来讲 我自己在看 我会觉得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行动者的本身 可是另外一种呢 他其实是一个行动者的家属 特别是709的这些太太们 这两种人在 这两种类型的人 他们在面对这些威权 在面对这些运动的时候 他们有展现出什么样不同的特质吗 其实我自己在做这本书的时候 我接触他们 我不会太感觉说他们是 他是抗争者的妻子 还是他们本身是抗争者 因为我认识这些抗争者的妻子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为自己的丈夫在抗争 而且知道自己不仅仅是为自己的丈夫 而是为中国的这个民间社会在抗争 我觉得他们有这个思想的转变以后 他们就是独立的抗争者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意识 和他们经历过的东西都是类似的 中国的女性抗争者 他都会一开始有一个可能是社会构建的问题 他对政治是比较慢热的 甚至他很想逃避 很想回避 很想躲避这些危险 但是呢 当他们总会有一些小小小小的东西去触发他们 可能是女性的权利 然后也有可能说是地震受伤孩子的这个生存的问题 然后也有可能就是自己身边的姐妹 像叶海燕她是性工作者 她就性工作者姐妹的议题 还是一些小小的对六四的回忆等等的 就是有一些小小小小的点都会触发到他们说 他们慢慢的就理解到说政治正是在影响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要去面对她 然后她一步一步的去走入一个更深的这样的运动当中 那么可能妻子她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说 她触发那个点就是经常是跟丈夫有关系 就比方说她的丈夫被抓了 或者说她的家庭受到骚扰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触发的点的类型不一样 那不同的女性她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被拉近运动 拉近政治的那个点 那他们其实是从一个普通人 然后被卷入到政治当中 然后不得不去参与到这个抗争运动当中 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是类似的 在你自己的观察当中 我相信你也接触到许多的男性的抗争者 这个在中国社会当中 男性的抗争者跟女性的抗争者 他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或是特质 例如说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人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一个就是扣言丁扣解 那另外一个是流氓宴 那这两个人其实很有趣的 他其实除了是妻子之外 他还是妈妈 所以在你的文章里面 其实不断的他的亲子的关系 或者是当他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例如说扣姐她当到台湾的时候 参加太阳花 她就想到她的孩子 她的儿子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多 你描述了非常多 他们亲子之间的那种所谓的联系 或是情感 甚至是一种顾虑 这是一个女性抗争者所独有的吗 或者是这两个这样的一个 这也是所谓的男性跟女性抗争者 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吗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点 就是说跟这个家庭的连结方面 比方说考虑自己的孩子和家人 这一方面其实女性会显得 比男性要更密切一些 我其实问过不少的男性抗争者 他怎么样去看待 他的抗争可能会给家庭带来的一些问题 然后他就会说可能就是小孩都是我太太在顾 然后那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这样子一些非常传统的性别的思想 其实中国这个民间运动的场域 总体来说现在在这个性别观念上 依然是非常的传统 那但是女性抗争者 他就会面临说他的一个家庭责任 家庭上面的身份性别定型 跟他的抗争之间他会有一个拉锯的关系 然后他会要去自我解释 也需要去给自己的孩子去解释说 妈妈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 爸爸通常不用解释 对 爸爸就把这个事情 解释的工作交给妈妈 用男主外女主内来解释 就是你对孩子要说什么 那是妈妈自己去处理 那爸爸就是天天在外面工作这样子 然后像李和平就是709律师之一 他孩子就会说 如果爸爸说等一下就回来的意思 就是深夜才回来 然后如果说 今天你们不用等先吃饭 那就是凌晨三点才回家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男性抗争者 普遍的状况 那像爱小明 他作为一个女性的知识分子 其实他的大量的精力 也是牵扯在说照顾他的爸爸的身上 那么他们其实会从家庭 人的感情这些东西 他会其实他跟运动的这种诉求 也会有天然的连结 对像寇原丁他就是想说 我以后要对得起我的孩子 我要把一个怎样的社会 交给我的小孩这样子 所以他们在这一方面 确实跟家庭和人 家人的感情连结上面 比男性的抗争者要强 那这是一个点 但我觉得在我的书写当中 我感觉到更重要的点 像是女性抗争者 我们刚刚说他是比较慢热的 他一开始想要逃避的 对 所以但男性很多男性抗争者 是有那种意识 就是说家国天下 然后政治抗争这种东西 就是男人的事情 然后他们就会冲得很前面 同时中国由于 它是一个极权社会 我们经常说极权跟父权 父亲的父 的那个父权是一体的 所以他其实也是满男性沙文主义的 他非常重视男性的抗争者 他反而不太重视女性 所以两相比较之下 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男性的英雄是骤起骤落 是招生募死 对 对 但是女性不一样 就是女性她从一个慢热状态 被政治卷入 然后怎么样在里面去纠结 什么样的感受 把她拉到抗争的第一线 她在抗争的第一线 她又会有什么样 跟男性不一样的表现 那所以她就会 记在生态 运动生态上面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层次 也会是一个非常绵长的线 她可以去描述到 任性也会比较强 对 她会描述到过去这运动的十几年的 这个起跌 都通过她的视野 她的生活都可以见证到 所以从我书写民间运动 这十几年的这样的一条线的话 如果去书写一个男性抗争者 像刘晓波这样经常要入狱的人 说我觉得几乎是连不起来的 但是这些女性给了我一种独特的采访 和观察的视角 可以完成这样的一部作品 刚刚谈到刘晓波 其实刘霞恐怕也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抗争者 虽然不在你这本书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角色 甚至她其实可能这本书里面不是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她能够去跟刘晓波一起度过那段时间 恐怕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对 我觉得刘霞是属于一种 女性抗争者当中 尤其是抗争妻子当中 一种初代版本 这种初代版本就是说 她是非常符合那种传统的女性想象的 她的生活能力是非常弱的 甚至是刘晓波被抓走的时候 刘晓波要求刘霞去打一个电话 刘霞是不会打电话的 那是2008年 然后她平时打电话都是别人 刘晓波给她按好电话号码 然后按这个通话键再送到刘霞手上 她才会打电话 那所以刘霞她一方面她其实蛮符合传统的那种中国社会 值得去了解的一个面向 这的确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 不管是纯粹的妻子或是站在第一线 其实她所面临到的所谓的问题或者是展现出来的特质 跟男性其实是有特别的不同 特别是在中国一个相对还是很父权的这个社会里面 如果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人 我们在做这些所谓的抗争者记录是一个刺客列转 或是一个边缘的列转 那这些人恐怕是一群更边缘的人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面 在一般的书写当中吗 对但是就像我说的 其实书写没有注意到他们是书写的损失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所谓的边缘 它反而最后会成为唯一可行的方案 然后它甚至记录的是更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采访一个男性抗争者 他其实会有很多的所谓的政治包袱 或者说他的也有一定的抗争者的英雄形象的包袱 但是女性是非常容易被还原成一个现实的人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方说一个抗争的妻子 你问他为什么要去抗争 他一开始就会跟你说 哎呀那个中共太不合法了 如果他是按法定程序办的话 我就不会去 纯粹的一种情感上面的回应 一开始 不是他这个其实是蛮冠冕堂皇的 就是说这个政权违法了 所以他是我觉得他是对每一个记者都会去说的 但是你再跟他相处多一段时间 他可能某一次在开车载你去哪里的路上 他就会突然讲起说 我最痛苦的那个时候 是有一次去帮 我丈夫被抓以后去帮他处理一个什么事情 然后被踢皮球 被给各种脸色 然后警察也对你很不好这样子 然后他说我在回来路上 我就自己开着车就泪如雨下 然后他说自己为什么泪如雨下 不是因为他受了这么多苦 而是他会想到说 以前这些艰难是我丈夫去承担了 他没有让我知道 没有让我经历 但是我还跟他吵架 觉得是他太偏激 觉得是他对政府的观念有问题 所以他在那一刻 就丈夫被抓了以后的那一种愧疚和艰难 一起涌出来 于是他在车上会泪如雨下 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从前面那种 就是关于法治啊 正义啊的那种论述 一下子其实就会回到一个个人经历和感情的论述 他这些东西会会一点点的跳出来 然后你会觉得从数学者的角度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更容易被理解的人 而不是看到一个民主斗士 或者一个高不可攀的英雄 而是当你写下这些女性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是所有的女性男性普通人都会能够有共鸣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切面 或者是一个切点 就是回到一个人的本身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从过去的历史 或现在媒体呈现的这些男性的抗争者 或是这些所谓英雄式的抗争者 他通常是一个遥不可及的 可是回到他日常生活里面 他可能有非常多的眼泪 非常多的脆弱 非常多的牵强 非常多的韧性 事实上他是一个活到一个 其实他可能就是我们隔壁的大神 或是我们隔壁的大叔 但是这些人恐怕是不太一样的 而我觉得这也是你这本书 他们的征途这本书 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我们如果有机会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里头非常细致的去描述了 这些知知节节日常的情感的东西 我们待会回过头来 再来讨论这样的一个书写的方式 到底是怎么达成的 为什么你要这么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 去做这样的描述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圆载报新闻 由环团发起的反空屋大游行 17日分别在台中及高雄展开 以终结一个天空两个台湾为主题 呼吁全民节能救台湾 减眉救健康 台中当天下午集结了将近5000名民众 在草地上排出no code自行诉求五媒环境 连台中市长林嘉隆在内的五线市首长 也一同参与游行 并喊出明年修法 希望能制定更严格的排放标准 管制2公吨以下波炉等方案 而同时间高雄则是有3000位民众上街 要求中钢、中油和排电三年内降低污染50% 并反对燃烧深煤 要求提高空污费 以及对工业需进行长期流行病学 和健康风险等评估 对此环保署长李应元也亲自到场回应 将特别以专案的方式来解决高雄的空污 也呼吁民众支持空污法的修正 不过这样的回答却是一再被现场的民众质疑成效 并反批空污改善的时程太过缓慢 别上局私带 拒绝过劳班表 长荣航空空服员和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 21号上午到长荣航空进行抗议 要求资方提高外站休息时数 增补及上人力 空服员带着票选的过劳班表 抗议台北旧金山 高雄东京等五航班来回次数多 又应扣掉往返交通 海关查验等程序 真正能够休息的时间非常有限 工会表示 长荣航空今年光是前三季 就获利53亿6千万元 公司人力成本却只有其中的15% 远低于国际航空30%的标准 希望能够增加人力 改善班表 才不至于让空服员过劳 影响飞安 对此 长荣航空则发布新闻稿表示 空服员人数已由2015年3000人 增加到超过4600人 而空服员月平均总共识 包含飞行、待命、受训共120小时 远低于一般上班族的174小时 不过面对工会的诉求 长荣仍表示愿意倾听工会意见 并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 增进员工劳动条件及福利 不满劳基法修法 劳团再次号召民众上街抗议 23日下午 上万名民众集结在民进党党部 由劳团进行短讲行动剧 并带领前往立法院抗议 游行队伍在下午3点 原定将路过行政院和台北车站后 抵达立法院 不料队伍在中校西路 中山南路口时遭到警察封锁 由于封锁部分路权已事前申请 游行队伍随即停下并突袭冲过路障 警方虽然一度试图阻挡 不过抗议群众以人数优势闯关 顺利占据行政院前道路 下午5点左右 群众一度与警方爆发推进冲突 而约莫6点左右 总指挥宣布解散 引发民众不满 经过争执后才达成协议 愿意留下的群众 直至目前为止 仍在行政院前抗议 希望政府能够出面回应 否则将持续抗争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长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一本书 他们的征途 作者赵世乐也在我们的现场 世乐你好 这本书其实我们刚刚有谈到 它其实有很多的个案 有很多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有一段落 我应该是这本书很重要 一个阻止 我稍微念一下 在他的88页 他说不论是记者或是律师 都能轻易的看出 在自己面前的 不仅仅是一个人 他只是没有自认倒霉 又碰巧来到我面前的极少数 那你接下来谈说 制度性的问题 还在大量生产着 这些只能凭运气避免的悲剧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个案 对不对 可是这本书其实要告诉我们 是一个更大的制度性的问题 在这本书其实大概有横跨 一二十年的这个历史 如果我们从八九这个民运开始算的话 那其实大概有将近三十年左右的时间 你到底是怎么样去思考 这一群人在这个所谓的大时代里头的故事 你如何把这些人相前在这个时代里面 去看他们的这个所谓经历 以及这个时代所造成的一些故事呢 是 其实这本书横跨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段 那我们就用了不同的人的故事 去展现这一个时间段 它的一个社会的面貌和民间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产生这样的运动 像这个九十年代的时候 它有一个缓和期 就是在八九以后 它是社会开始缓和 然后有一点点的动向出来 在缓慢的上升 那这是艾晓明他接触到女性主义 然后把女性主义带回中国要做运动的时候 然后这个飞速发展的这个运动呢 大概是在03到13 03到08算是达到顶点 那这是刘晓波法治维权 08现场 对 然后包括独立中文笔会 公民社会元年发生在2008年 所以它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运动期 那种种的运动在上半部当中 就是把它们从萌芽 然后写到最顶峰 每一条运动大概都在08到12年之间 达到了最顶峰 那然后这本书就进入了下半部 下半部就是急转直下 它有一个非常连续的打压 在这个2012年到17年之间 发生这个茉莉花的事件 就是打压网络运动 然后709的事件 律师大抓捕 那一个一个连续的打压 然后包括说战争和太阳化影响 都有呈现在这本书当中 所以其实这本书 它是用女性抗争者的故事 去反映说中国民间运动 过去这十几年的一个起跌 一个社会舒张 然后又被紧缩打压 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如果是想要了解说 中国过去这十几年 民间运动的一个 微观宏观的一个生态 然后从这个运动的视角去理解 从运动者打压民间 这样的视角去理解中国的现实的话 我觉得这本书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这样的参考文本 你刚刚谈到2012年 其实我有一些共鸣 就是我自己在研究香港媒体 特别是它的另类媒体 游行之后一直到了 它是一个阶段 那后来到了2012年 它又是另外一个高峰 而这高峰事实上跟后来的 跟当时的发生的相关的 这种所谓的反国教运动 或是后来再发生的 这个有关的 这个所谓雨伞运动 是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在那个阶段里面 你会发现香港的言论自由 媒体其实也都被并购 收购的差不多 在2012年事实上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时间点 这跟习近平的上台 应该有非常大的关系吧 对2012年是首先开了 这个17大 18大就是习近平接管 这个党内的权力 然后就是两会是正式交接 所以就是2012年底 到2013年初这段时间 然后习近平拿到这个权力以后 立刻就发生了 这个网络的打大V的事件 就是微博的大V被抓 然后被放到电视上面去认识 对那所以然后后面的一系列的打压就开始了 然后占中太阳花之后就发生了多个中国NGO的打压 然后709是发生在2015年 包括对境外NGO的这种所谓的掌控 对然后16年就立了多部的法律 对去限说这个境外的NGO还有网络安全法国家安全法这些都是在1617年的期间就是通过 然后并且实施的在这样的高压的相对是要过去比较高压的这种所谓的管制或者是这种监控之下 中国的民间社会还有力量去回应吗 我现在因为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有时候会去想一些标题 就如果我现在给中国现在的民间运动一个标题的话 我会用说像苔藓一样生存 像蟋蟀一样歌唱 就是苔藓的意思就是说你长不高长不大 只要给我一点点阳光一点点水 我可以维持我这个社群的生存和存在这种意义思想的存在 就已经是某程度上是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像蟋蟀一样的歌唱就是唱给自己听和求偶用的 所谓的求偶用的就是说给我自己的社群听 吸纳我们社群的人我们在一起抱团取暖 那目前像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是非常艰难的生存 不过有时候会有一些时代的或者是时间上面的一些契机 例如说最近这几天我们在网路上面 网路视频上面看到中国低端人口被这个清洗 被这个所谓清理掉 那你会看到有开始有一些在街头上面的这些抗争 这是一种新的契机或者可能性 还是说它其实很快就会被消消除了 它跟之前的公民社会运动不太一样 就是其实中国的民间运动公民社会运动 它主要是为的是一个和平转型 就是说它可以产生一个中间组织中间能量 然后去吸收一些 或者它是有个系统性的发展 吸收一些底层的矛盾 然后可以跟上面去进行一个博弈或者是谈判 那所以就是中间层的存在对和平转型 会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措施 那但是如果现在把中间层都打掉了 那就是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 那就必然会出现说底层的矛盾 会用一种比较无序或者无组织的方式去爆发 那爆发以后它会走向哪一个方向 那就是非常 很难预料 对 甚至很随机的一个事情 那所以低端人口它出现就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你把中间层打掉了一些劳工的组织 一些照顾外来人口的组织 那么他们被打掉以后 那低端人口被赶到街上 那他们只能自己举布条上街 然后如果说有时候聚集的人少 有时候可能聚集的人多 会在哪一个城市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就会变得非常难以意料 我想这也是我们值得我们再继续的观察 但是这本书我刚刚提到 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提到说 这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写作 然后其实虽然叫做他们的征途 恐怕也是你自己的征途 那特别是你自己也参与一些抗争 或者是你当记者的生涯 这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蛮有意思 他说许多本来只想改变自己命运的 自己命运的律师后来成为吃力不讨好的维权律师 我作为一个记者觉得自己大概能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 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直接跟个案打交道 我想问两个问题 一个是为什么你要当记者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你怎么去跟这些个案打交道 这些人其实看起来你是跟他们相处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才能够写到这么多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对我觉得为什么当记者这件事情 某程度上就是被香港和台湾交坏的 就是因为我从小在广州是24小时可以收到香港的电视台 然后他也会转播很多台湾的新闻 从小看TVB长大 对而且我会看到台湾的名嘴 然后所以他们在电视上面批评政治人物啊 然后或者是张匹时事啊 会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他们好有权利 就是他们的有话语权 但是我当时很小并不知道话语权这个词 但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电视里面的那个人会有多好 就是我会觉得你可以去谈论一个你关心的议题 然后甚至可以用你的看法可能去改变一些人 会是很特别的会让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事情 那所以那是我对新闻的想象 当然我后来真的认识到说中国的社会 中国的新闻是怎么样的时候 我会知道说其实那个想象在中国来说 可能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但是我就有保留那种欲望 就是说我希望可以记录我关心的那些真实的故事 而且我希望说这些故事能够留下来 能够有更多的人知道 那我觉得对虽然其实中国没有那个环境 但是某程度上那个新闻自由的那个景象 他给我留成了一定的这种 关于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的理想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 台湾在过去的党外阶段也是有很多的人 当他们开始有机会去比较之后 他们才发现原来我的生活跟所谓的想象的生活 或是过去的某种的课本里面讲的美好 事实上是有很大的落差 那这也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延伸出来一个话题 就是特别是你曾经到台湾居住过一段时间 那也是所谓的交换生 那会不会中国很担心像你这样的交换生越来越多之后 对他们造成的一些影响呢 他们肯定很担心吧 就是每一次有路生要来或者回去 我现在知道都会有人提前或者事后给他们做一些相应的政治工作 或者做一些调查了解他们的思想的转变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相信有一些人也是不会被改变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曾经见过的那个政治 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的景象 就好像有一句诗里面说 就是如果我没有见过阳光 我可能可以一辈子在地下生活 但是我现在见过阳光 我觉得这就是对 这是无可逆转的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命运吧 就是既然我知道说生活新闻是可以这样子做 文字是可以这样子写的 那我就有点不太想要回到要去学习自我审查 我甚至觉得自己很难以去忍受说去自我审查 不过也不是每个当记者人都能够向你愿意去接近这样的人 因为他可能也会担心自己的安危 或是担心自己的前途 但是你不但是接近了这些人 甚至你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跟他们相处 在你跟他这些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你怎么去记录 怎么去描述 怎么去感受到他们的感受 我觉得其实我写这些人的时候 能够写得非常深 跟我之前自己有过运动的经历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我在重新成为这个中国时政和政治运动的自由撰稿者之前 我做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女权的NGO组织 然后这个NGO组织是因为女权五姐妹案的这个打压之后 女权运动也受到了影响 然后我后来就离开了这个NGO 因为某程度上我想做更加回应那个房间当中的大象的事情 那么所以我就会发现自己的命运会因为这些打压而被改变 甚至说我也有家人曾经被抓过 那我就可以理解这些7097子的状态 我会用自己的状态去回应他们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某程度上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采访的可以说技巧 但其实我确实是用自己的精力 但是我在采访的时候可能是非常冷酷的 就是我是去看说我把这样的精力丢出来以后 他会跟我说什么更多的东西 就而且我会用一个非常长时间的相处 就像我刚刚说的 王俏领可能是在开车的时候突然想起自己的泪如雨下的精力 然后跟我说 但是下一次可能我们在吃的早餐 然后他可能进入一个回忆和遐想的状态 他就突然说起说因为李和平是做反酷刑工作 所以他会把那个酷刑小册子带回家 那王俏领曾经看过那个小册子里面关于中国酷刑的案例 然后他就会说 他有时候会想说 他还有没有机会可以见到李和平 然后如果见不到的话 那对于他来说最难过或无法接受的是 他再也不能去告诉李和平说 我现在能够认可你 我现在能够理解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可以跟你站在一起 那所以这跟王俏领之前的表现构成了三个层次 有一个义正言辞冠冕堂皇的这样的层次 有说觉得愧疚于丈夫的层次 但是最深的那个心理的痛是 我担心我再也见不到他 那你才能够把这个人的丰富度给拉出来 所以并不是一次两小时的采访 一个记者都在咖啡厅里面跟一个采访者 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可能可以拉到他的人性的层次那么的丰富 就变成说你跟他有共同的经历 长时间的采访达到的信任 然后以及是你对他不同状态之下 会说出来的那个人性的深度的把握的层次 去捕捉 然后才有可能去展现一个 把一个抗争者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虽然你有这样的心也做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不怕吗 因为这些人其实有蛮多 不是坐过劳 要不然是被国宝盯上 要不然是被软禁 你不怕吗 其实做的时候 我会觉得是 你了解到事实的那个兴奋 有时候会掩藏或者压抑住那种怕 但是你毫无疑问是要跟他共同去承担 他的生活的风险 对 所以我也有试过说跟王俏领一起被抓的情况 然后我去做709家属的采访的时候 我是有给我先生留委托书 说如果我被抓了 那请帮我代理一些法律的事宜这样子 所以我就会觉得 并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而是我所做的事情值不值得我去承担这样子的风险 那我的答案就是目前来说真的是值得 这本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 其实他不只在描述这些人的抗争的历史 也在谈这个所谓的中国的近30年来的这所谓的社会的发展 以及人民怎么去回应这种所谓越来越高压 集权的这种做法 这本书的最后的段落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你特别引用了艾晓明老师的这一句话 那也是我想要最后请教你的问题 他说艾晓明接着说 就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的 我们无法讲和地狱斗争 我们已经在地狱里了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分清楚哪些东西是属于地狱 哪些东西不属于 尽量让那些不属于的东西可以存活下来 他说关于那些记忆的微弱坚持 就是不属于地狱的东西 如果一个新的社会要长成 必须是让这种微弱的坚持能够倖存下来 为什么你要用这段话做结论 这其实跟艾晓明前面说的一段话 有呼应的关系 米兰昆德拉是他的这样的思想的精神的资源 然后米兰昆德拉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说 人与政权的斗争 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所以最后用艾晓明他引用的另外一个作家的话来回应 他这个关于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是说让那些微弱的坚持给流程下来 那么其实我觉得之所以要写这本书 同样是这样子的目的 我并不是说这本书现在就可以改变中国 或者说他能够被多少多少的中国读者看到 我事实知道这本书从出版的那一天起 他就跟中国读者 中国读者要非常难的去到达他 然后他们要五本十本的背进海关 然后想尽办法才可能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但我觉得我写这本书更多意义是 会在当下就留下一个真实的给将来的人 给未来的历史的参考 这个参考是关于什么 关于人类是如何度过黑暗的时代的 就是很多黑暗的时代 极权的时代过去以后 大家以为很多人会写回忆录 但其实不会 都会变成不堪回首的记忆 最后我们不知道人类是怎么样 可以度过那个最黑暗的 像纳粹德国或者是东欧 这样子的一个极权的时代 所以应该在现在开始 我们就去流程这个证据 让将来的人可以知道说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 即使在失落所有价值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走过去 然后有人是可以坚持下去 这本书它不会是只有一个证据 也不会是一个历史 它甚至我相信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路 就是可以告诉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 在这个所谓的黑暗的时代 这种所谓的威权的时代里面 有人是这样子活的 而且他们是非常坚持到 他们自己要走的路 今天非常谢谢失乐来接受我们访问 也希望这本书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看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谢谢 天空的眼泪 洗过了世界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原自盲 这位我会配上 在手中的乱 排放 一个小时的 永远 装 那个 小时的 打